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還是只有做資源的很方便 我是會經過然後先講一下 我直接去問問 其實我可以直接從後面進去 可是我不喜歡下去這樣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有一些老師如果你要比較盡責的 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 或者你不在的時候才快不快的話 你就要從不同的方向跟不同的門 靠近跟進入教室 然後你要先進去 但在國小國中比較需要 高中我們需要的比較少 不然的話你要偶爾從這來 偶爾從那來 然後偶爾從那進去 偶爾從那進去 偶爾從那進去 但是我不會 我不會因為要裝那個 不然我會乖乖的 從那個方向這樣走進來 因為有時候 一些學生就越來越來越去 是來啊 然後就會裝怪 所以你每次看到學生都是很乖的 在那裡 好 然後另外就是 我剛剛稱讚你們 真的 就是沒稱讚 就是另外一個班 很好玩 另外一個班我們就會說 我先去後面裝 然後我就裝 然後我在手機 他們就會開始 因為不會啦 你就很好賣 就是 對 大家會沒有好就好了 也不會成功 而且跟大家說 這是一個儀式化的行為 對不對 一起大家就要開始上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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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